下午突然太饿了 所以点了在 这个APP里边 点了 然后他们家 大概已经有一个月 一个多月了吧 然后很多商品 都是给你 减一万三 然后今天又点了 他然后他还是 减一万三 那基本上我家附近 这个Pizza Hub吧 好像开业也就四五个月 忘了 反正我记得今年才有的吧 顶多肯定 也就一年以内了 现在开业 然后呢 他们家有一个好处 就是因为离我家太近了嘛 我觉得出去 不到五分钟就到了 然后他基本上 二十分钟左右 左右就给我送过来了 然后他们家的Pizza 我还是经常吃的 一个月怎么 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两次 至少有一次吧 一个月肯定会吃到这个 那不 然后我现在买的这个 直接给大家看 里边吧 哎呀 两个我已经被我吃掉了 因为太饿了 然后他我现在买的这个是拼的 就是左边是烤肉 右边是虾 那我现在喜欢吃他家的Pizza的一个原因呢 是这个边 就是这个边很薄 就是这个边很薄 所以不会就是说吃的时候就是难吃的地方很少 还有就是这个黄色的这个地方是地瓜 这个地瓜可好吃了 真的 嗯 然后你看这一片 这一片也都是cheese 非常好吃 然后我们可以细看一下 虾仁 然后这边是牛肉 这里的牛肉也挺好吃的 嗯 不错不错 真心不错 然后 非常好吃 然后我还点了四块鸡翅 然后几个那个cheese包 就是cheese球 不过那些都已经被我吃完了 就拍不到了 因为刚开始吃的时候 没想到要拍这个视频 哎呀 嗯 真心不错 非常好吃 谢谢 ersten olive 辣 感谢观看